我這裡一樣來寫幾個key,好不好 然後帶一個題目,我們就把坎坑做個簡單的結束 來,第一個key,來寫上去 我這裡指的都是零去函數 fA乘fB 如果相乘小於0,代表從正的變負的或從負的變正的 代表他們是一正一負 你知道相乘小於0可以保證什麼事情嗎 可以保證有關 可以保證有十根,但是怎麼樣 不一定只有一個 我們盡量用直覺來教這個東西 簡單來講就是避開數學的正理 我們盡量讓同學比較容易學 同學你知道,相乘小於0代表這兩個是一號 函數值從正的變負的或從負的變正的 一定會穿過f軸 只要你穿過f軸 就保證一定有十根 但不一定只有一個 那你猜會有幾根 可能很多個啊 結論是什麼?結論是基數格 來,寫上去好 結論是基數格 你說為什麼是基數格 哎呀,要講解給同學聽 最簡單直覺的方式 當然就是透過什麼 畫圖給你看 你就知道為什麼是基數格了 來,我畫幾個圖給你看喔 來,仔細聽仔細聽 如果今天是這樣 來,請問你 這樣是幾個十根 看圖就知道囉 一個啊 你看這裡是不是一個 一個焦點 一個十根 對不對 一個是不是基數格 當然是啊 這有什麼好說的 來,再畫一個圖 多畫幾個你就知道 來 下去 上來 再下去 如果今天我的A在哪裡 我的A在這邊 我的B在哪裡 我的B在這邊 是不是一號 從正的變成負的對不對 可是你看喔 下去一個根 上去再下來 一次多幾個根 兩個根 一個,兩個,三個 所以是幾個根 三個根 三個根 三個不是基數嗎 對不對 可是通常喔 以前我這樣教的時候 就開始有同學 會想要挑戰我這個講法 你知道他會怎麼挑戰嗎 他會說 老師你這樣講好像有一點不太正確喔 因為我可以畫出下面這個圖形給你看 來 你猜他會怎麼去畫這個圖 他會說老師 老師這樣啊 下去對不對 上來 再下去 哎呀 來 A在哪裡 如果A在這邊的話 A帶進去是正的 B帶進去是負的 對不對 相成小於0 對不對 從正的變成負的 可是他說 老師你看喔 下去 碰到一次 這樣一個根 對不對 上去再下來 又碰到一次 這樣是一個根喔 啊這樣不是兩個根喔 啊二又不是基數 你這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啊 其實內行人都知道 相切的時候 這裡是什麼東西 欸 相切的時候 這裡是什麼 這裡是二重根喔 或者是偶數個重根 來寫一下 偶數個重根 那請問你喔 偶數個重根 代表在這個地方 可能是兩個根 可能是四個根 可能是六個根 可能是八個根 不管你是幾個根 偶數再加上一 會變什麼數 而奇數喔 對不對 所以不管怎麼樣 他就是奇數個根 只要相成小於0 連續函數 從A到B產生變號的情況 從正的變負的 或從負的變正的 從上面到下面 或者從下面到上面 可保證 絕對有十根 用生命根 你保證 就是這麼一回事 保證一定有根 但是會有幾個 不知道 一個起跳 至少有一個 一個下來就跳三個 三個下來就跳五個 一三五七九 這樣下去 好 這第一個要講的D 第二個 來寫在旁邊 F of A 乘F of B 如果是大於0的話 來你猜 這邊要寫什麼 小於0的話 基本上是一定要有十根 那大於0會怎麼樣 大於0的話 你就這樣寫 無法保證任何事情 大於0是沒有結論的 無法保證任何事情 你說老師什麼意思啊 有點搞不清楚 什麼叫無法保證任何事 無法保證任何事的意思就是 可能怎麼樣 可能有根 可能有十根 也可能沒有十根 也可能沒有十根 你看一些書本 它會講說 香成如果大於0的話 無法保證任何事 可能有根 也可能沒有根 它的結論是什麼 十根 請注意 香成小於0是奇數個 來你猜 香成大於0是什麼 是偶數個十根 我等一下畫圖給你看 是偶數個十根 我講到這邊也有同學 就會開始想說 老師 不是可能沒有根嗎 沒有根 那代表幾個根 0 0 我問你0是不是偶數 廢話 0當然是偶數 這有什麼困難嗎 對不對 0當然是偶數 畫圖給你看 如果你的A在這邊 你的B在這邊 請問你 有沒有可能是0個十根 就是沒有根的情況 有可能 什麼情況 這樣子 F A是正的 F B也是正的 我可不可以讓它 從A到B 然後這個圖形 不要碰到A軸 當然可以啊 有講飛龍在這邊 很奇怪 你們一定沒有看過 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圖 我讓它根本碰不到A軸 這絕對辦得到的 對不對 剛才畫一義數 對不對 你看 根本碰不到A軸 這沒有根 但沒有根是0 偶數個 偶數個 對吧 好 再畫一個圖給你看 我跟你講 這個用畫圖來感受 就已經足夠了 好不好 現在高中數學就是這樣 來 這是A 這是B 欸 有沒有可能是有根的情況 有啊 有可能啊 來你看 F A是正的 F B也是正的 偶數個根是怎麼樣呢 這樣啊 欸 這樣是不是偶數個 幾個 兩個啊 兩個是不是偶數 惡受偶數啊 對吧 然後我再問你喔 我再畫一個圖給你看 都畫幾個 你就知道我在幹什麼 這個是A 這個是B 對吧 F A層B大於0 你看我怎麼畫 下去 上來 這樣是不是兩個根 再下去 再上來 這樣是不是兩個根 請問你 這樣子在這個範圍裡面 有幾個十根 有四個啊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這是0個 這是兩個 這是四個 是不是偶數個 對 沒有偶數啊 但是你要注意喔 相成大於0是無法保證任何事喔 可能沒有根的喔 有可能沒有根喔 但是如果有的話 就至少幾個起跳 欸 你聽喔 可能沒有根喔 沒有根就是0個喔 但是如果有的話 就至少幾個起跳 至少兩個起跳 0 2 4 6 最後再講一個東西 請看這邊 有同學每次都會來亂啊 他說老師如果是這樣呢 這個圖這樣相切 對不起 要相切喔 碰到一個點 然後這樣上來 欸 請問你如果是碰到一個點的話 那這裡是代表一個十根嗎 不是 相切有什麼根 是重根喔 而且這種是偶數型的重根 這樣聽懂嗎 激素型的重根圖形是會穿過去的 那叫激素型的重根 偶數型的重根 它是不會有變號的情況 就這樣上去 那這種火塑形的重根 就跟這個是一樣的 好 我們帶一個題目 大家就可以relax一下 帶哪一個題目呢 我看一下喔 我要把這個單元結束掉 欸都 來 我用課本的立題 來做個ending喔 課本七十四頁 來大家跟我一起看 七十四頁 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學完 你就大概對看跟定理有初步的認識喔 他說給你一個三四方乘次 就是x三四方 減八x 然後怎麼樣 加1 等為0 這個三四方乘次 我超一下題目 在哪一些 連續整數 這課本的題目啦 我就不要用別的題目 看一下課本是不是這樣講的 對 在哪些連續整數之間有十根 OK 我等一下做給同學看喔 仔細看仔細看 其實要處理這個問題 你們有一個很厲害的工具 你可不可以畫這個三次函數的圖形啊 你告訴我 你會不會畫 這個三次函數叫 x三次方 減八x 加1 的圖形 會不會畫呢 會啊 你們會一個方法 就是做什麼 對他做微分啊 微分之後 找他有水平切線的地方嘛 對不對 那你如果能夠了解這個圖形的架構 你要去判斷說 他在哪些連續整數之間有十根 應該是有幫助的對不對 好 但我們現在不講微積分 要講微積分 大家上感情對不對 這個微積分大家現在已經不太熟了 我們直接用看根定理 來 看根定理怎麼做呢 看根定理是這樣做 來 這個是x 這是f of x 一般在測試高中生的時候 他的數據的設計 通常不會太誇張 通常他的根會集中在0的附近 那現在同學跟我一起做 我隨便 好 我們先代0 來 大家我問你 如果s代0的話 來 我們令這個交換叫做誰 叫做f of x 來 s如果代0 來 請問你的函數值是多少 1 1是正來負的 正的 我就寫一個加 代表正的 這樣好不好 不用把真的函數值算出來 好 那我們來看 1代進去是正來負的 1代進去 1的三次方是1 1-8加1 正來負的 負的 哎呀 這個時候你發現什麼事情 從正的變成負的 從x的上方 跑到x的下方 而且多項式函數是什麼函數 是連續按數 圖形不會斷掉 這個時候 你心裡面 就要有個感覺 請問在0跟1之間 怎麼樣 至少有一十根 來 寫上去 至少有一十根 對 你說老師 那會有幾個 其實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至少有一十根 有沒有可能三個 搞不好啊 搞不好有三個啊 對不對 會不會有五個 那不可能啊 因為代數基本定理 告訴你 三次方乘次 剛好就幾個根 剛好就三個根 但是我現在至少 我就可以知道說 你在0跟1之間 至少有一十根 至少有一十根 這樣好不好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 如果帶2進去呢 2帶進去 怎麼樣 算一下 2的三次方是8 減掉 826加1 告訴我 真的還負的 這是負的 哎呀 好 1帶進去是負的 2帶進去也是負的 請問在1跟2之間 發生什麼事情 這裡要寫什麼 如果有變號 代表至少有一十根 保證有十根 但是如果沒有變號 怎麼樣 沒有變號的話 無法保證任何事 我不知道這裡發生了什麼事 所以我這邊寫一下 沒有變號 無法 保證 除非我有其他的工具 或者證據來支持 不然我目前為止 我完全不知道 1跟2之間發生了什麼事情 可能有跟也可能沒有跟 除非我更詳細的去瞄點 或者透過微積分等等 去掌握他的圖形 對吧 你從負的變負的 說不定你根本痛不到 還走他 沒有跟啊 對不對 可是如果有的話 就至少會幾個起跳 至少兩個起跳 對不對 但是到底1跟2之間有沒有跟 我是不知道喔 我沒有了解喔 你不要問我 我不知道喔 好來 那我們就繼續看吧 繼續看跟喔 3帶進去 來告訴我是誰 3的3次方是27 減掉 8 3 24 再加1 這個正還負的 這個正的 漂亮啊 來請問你 從負的變正的 這裡至少怎麼樣 至少有一十根 哎呀 所以0跟1之間至少有一十根 2跟3之間至少又有一個十根 來 那我們接下來再繼續看 欸 請問你喔 這裡至少有一十根 這裡至少有一十根 你覺得他的第三個根 有可能是虛根嗎 不可能 因為數學上告訴你 虛根在實習數的情況底下 虛根會怎麼樣 會成對出現啦 所以他一定還有第三個十根 對不對 我們要把它找出來 來4如果你把它帶進去 我們看一下 4的3次方是誰 64 減掉 48 32 再加1 這個是正的 從正的變正的怎麼樣 無法保證任何事 我不知道這裡發生什麼事情 不過當然我這邊 可以很明確的猜測 這裡當然是0 這裡不可能出現十根 這個應該是沒有十根 因為這裡至少一個 這裡至少一個 這裡如果出現兩個 那這樣不就很奇怪嗎 他最多也才三個根 往右邊找 找到這邊 那我接下來往左邊找 來帶負1 負1帶進去 這高中我們就講一點概念就好 負1帶進去 負1得三次方式負1 負1乘8是加8 再加1 所以這個是大流0 這個是正的 從正的變正的 無法保證任何事 I don't know 再來負2 負2帶進去 負2的話 負2三次方式負8 負8乘負2是16 加1 所以這個變什麼 這個還是正的 正的 我沒有寫錯 有寫錯 你要講 再來一個負3 負3我看看 負3帶進去是負2 27 負3乘8 加24 加1 哎呀 這個是正來負的 這個是負的 喔 看到了嗎 這裡是不是有變號 從正的變負的 或者從負的變正 這裡至少怎麼樣 至少有一十根 那這時候就很明白啦 這個方程式也就 三個根而已嘛 然後我現在知道 負3跟負2之間至少有一十根 0跟1之間至少有一十根 2跟3之間至少有一十根 那他是不是有三個十根 那這三個十根 所待的位置在哪裡 一個在負3跟負2 這個開區間裡面 那另外一個在誰跟誰之間 0跟1這個開區間裡面 最後一個根在哪裡 2跟3這個區間裡面 還有三個十根啊 這樣好不好 你這些小鬼懂不懂我在講什麼 這叫坑根定理喔 我覺得術語學到這裡 應該是還算是勉強可以 所以他說在哪些範圍裡面有十根嗎 當然就是在這裡喔 負3負2 01跟23 在這些領序整數之間有十根 就這樣子 課本好像還有別的題目 不過沒關係 我們可以留到禮拜 我們禮拜四還有課的人 我們留到禮拜四再講 我已經快把這個單元講了 好謝謝各位同學 今天就先這樣忙 謝謝我們格愛群姐 謝謝你